普通人如何实现财务自由 这个女人只用了一年时间 就从零存款的月光族 变成了成功的创业者 轻松实现 人生跑道的转换 女人名叫林赛 今年27岁 尽管她一直打两份工 累死累活 也还是没能存下一份钱 和很多随波主流的年轻人不同 林赛在上高中时 就对未来有了明确的规划 上大学学时装找工作 35岁变成高端品牌实际师 这是她给自己设定的职业路线 高中毕业后 林赛成功进入一所时装学校 她因为一些变故 她没有上完大学 也没能如愿同事设计师这份职业 林赛现在打两份工 一份是在啤酒花园当服务生 另一份是在酒吧做酒保 她每周足足工作50个小时 已经完全丧失了自己的生活 林赛每个月拿到工资的第一件事 就是偿还信用卡账单 但是服务员的工资极其不稳定 她已经14个月没能全额还款了 而对于林赛来说 最关键的问题还不在于此 她患有抑郁症和焦虑症 需要兼职服药治疗 但她交医疗保险 所以病只能先拖着 林赛已经付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赚到的钱仍然不能保障生活 她希望自己能够脱离服务业 重新回到艺术创作的职业道路上 为此她寻求了理财师的帮助 听了林赛的字述 理财师提出了两条建议 首先是改掉大手大脚的消费习惯 对于林赛来说 在食物上浪费的钱最多 她和未婚夫的晚饭 基本全高外卖解决 餐厅的定价原本就不便宜 再加用配送费和巧费 林赛一顿饭就能花出42美元 于是 李财师建议林赛一周去一次商店 购买家庭装的预处理食物 不仅分量大价钱划算 扑认起来也不需要花费太多的时间 节省开支虽然简单 但能够省出来的钱是有限的 而赚钱这件事就没有上限了 理财师的第二个建议 就是开启一份副业 来弥补状单上的亏空 林赛以前做过一份 帮别人遛狗寄养宠物的兼职 而且她也很喜欢画杀画 理财师觉得 这两者完全可以结合起来 不过 副业只是林赛度过财务危机的权益之计 最终她还是需要找到一份 可持续发展的工作 见面上诞过后 林赛开始拿着本子去狗狗公园 给小狗画速写 她会在纸的背后写上联系方式 把画送给狗主人 宣传她的遛狗和寄养业务 这个宣传策略确实有所成效 但是大多数的遛狗订单都集中在了周末 那也是林赛主业最繁忙的时候 宣衡过后 她决定辞掉一份工作 专注在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上 有了空前时间后 林赛就参加了艺术试集 她在自己的话里精心挑选了一些 打印下来放在摊文上售卖 这项生意让林赛存下了1050美元 接下来的半年里 林赛都在通过各种渠道 发展自己的副业 虽然有时候需要和抑郁情绪做对抗 但事情还是都在往好的方向前进 在这时间 林赛签下了一个壁画项目 这将给她带来3500美元的收入 她也开始考虑 把壁画艺术家作为以后的职业发展方向 另外林赛在酒吧工作时 听一位乘客说 自己的服装工作室产量 总是跟不上需求 于是林赛毛髓自建 参与进了成衣加工的项目 她在大学里学到的技能 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不知不觉中 林赛的心态已经有了很大转变 靠着这些副业 林赛已经存下了2800美元 林赛是建议她把主业和副业的账户分开 专门申请了一个企业账户 存放做生意赚到的钱 这样不仅在扣税时一目了然 给客户发送账单时 也显得更加和靠 这就是达到企业形象的第一步 又是三个月过去 林赛之前的壁画项目成功受尾 许多客户慕名而来 壁画生意 一下子打开了局面 艺术中心也邀请林赛 每个月去上一次艺术歌 她的话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 大家都随着她去摆摊卖画 现在林赛已经彻底戒掉了外卖 每天晚上自己做饭 她已经存下了4500美元 在接受理财师帮助的一年后 林赛初步实现了财务自由 她的副业蓬勃发展 不断增加着不需账户中的金额 林赛也得以开始接受吸引治疗 和林赛相比 艾娜的情况就棘手得多 她是一个冲动型消费者 单单用于满足购物需求 艾娜就申请了9张信用卡 现在已经债台高筑 艾娜在一个消费氛围浓厚的家庭中长大 她的父母花钱相当慷慨 总是把我们值得挂在嘴边上 这久而久之 她对金钱也没有具体的概念 艾娜是家里第一个可上大学的人 面对高昂的学费 她信任签下了贷款协议 从那一天开始 这利息就像滚雪球一样 不断的累加 18岁的艾娜没有能力偿还 每年2.5万美元的贷款 拖延到现在 债务已经变成了10.8万美元 尽管已经背上了一大笔债务 但艾娜的消费并没有收敛 大学毕业后 她开始独居 为了租下价格昂贵的公寓 她办了第一张信用卡 从此就一发不可收拾 况是每周的早午餐 艾娜就能轻轻松松花掉100美元 和朋友出去逛街的时候 艾娜又搬出父母那套 我值得理得 说服自己心安理得的花钱 回来结婚生子 亚马逊和塔吉特变成了她的新战场 艾娜申请了更多的信用卡用来购物 家里很快就堆满了她购买的商品 尽管账户负担了家里大部分的生活开支 艾娜的工资 全部用来还信用卡账单 依然怎么都补不上这个窟窿 最后她只能贷款还债 但没过多久 艾娜就会再度把信用卡刷爆 如今她已经欠下了4.5万的债务 根本无力偿还 艾娜向理财师寻求帮助 在了解到她的消费习惯后 理财师帮她做了详细的预算表 她建议艾娜把收入分为家庭账单 还款账单支出账户 紧急存款和梦想存款五个部分 美月的工资直接按比例打入各自的账户 这个办法对艾娜来说很是奏效 这段时间她只用支出账户购物 虽然并没有完全借掉买买买 但至少买东西的时候会有所迟疑 一段时间过后 节省下来的钱足够她还掉1万美元的卡债 体会过还款时的轻松感后 艾娜非常后悔 如果她没有签下大笔的债务 一家人就能拥有更好的生活 丈夫也不用拼命赚钱 以至于牺牲了和孩子相处的时间 曾经艾娜最害怕的事就是骑车故障 这辆过于2004年的车 已经跑了22万公里 随时有损坏的可能 但艾娜连400美元的修理费都拿不出 在改造计划进行到第六个月时 这辆古董车还是发生了故障 不过这次 艾娜可以动用应急账户里的钱来修车 这也是她第一次体会到储蓄带来的安全感 不论准转自己的消费习惯 艾娜甚至借掉了信用卡 她去超市时 会严格按照清单购买商品 结账刷储蓄卡 一年过去 艾娜的卡债从6.5万美元降到了5000美元 很快就能够彻底还清 她的梦想账户也已经有了一笔存款 可以用来完成一次 她憧憬已久的旅行 从她们的身上能够看到金钱真正的意义 金钱的存在从不是让人沦为她的奴隶 而是通过她实现真正的自由 我是拉环 关注人家一拉罐 带你看更多不一样的人生百态